好 最后一段 我们要来一个两队之间的合作了 这个腾哥 花花 小宋 杨迪 月月 你们五个人一起来合作一个配音 哇塞 哇 是旧爷爷的片段吗 无论啊 所有人都 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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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他们要配的是哪吒之魔童教师 哎呦 来吧 我们再上几个配音台 好经典 来 我也是日月同生 千灵重圆 可以了吧 五位 配音大秀 这是王牌对王牌的第一次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日月同生 千灵重圆 天地无量 乾坤圈 岌岌如丽丽 不能缺盖 会失去意识 别挣扎了 你生来就是魔丸 这是命中注定 去你个鸟命 我命由我不由天 是魔师仙 我自己说了才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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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看来我的时间到了 你走吧 你 你就不怕我以后 你到底是不是灵珠 我一个魔丸都活得比你像人样 你敢再松心吗 我是妖族 出生那一刻 命就定了 放屁 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 你是谁 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这是爹教我的道理 若命运不公 就和他斗到底 陈唐关已经过了许久 我们还是早点回去 看能不能再为孩子做点啥子吧 哎 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刚才没多久要走啊 都陪哥聊聊天呗 哎呀 现在没空理你 哎呀 天节咒解是解不了 但是有其他方法呀 可以用一花接木之法 哎呀哎呀 它一朵云懂得屁他子会吹牛 哎呀 四胖 拜师时间我找你几百年 哎呀 算你失凶了 哎呀 不懂我的都懂 偏要让你瞧瞧我的本事 小云云你在管 这两张叫换命 找个愿意为你重咒之人牺牲的血亲 天节时一张放在重咒人身上 一张放在血亲身上 天雷就会移到血亲身上咯 哎呀 哎哎呀 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 可以决定用我一命换哪吒一命 还请仙长替我保密 别让夫人指教此事 哎呀 大人哪 你就对那哪吒一死也救不了一世 魔丸将来为祸人间 天尊出关后一样不会放过他 魔丸是啥玩意 我会用剩下的两年时间 将哪吒引入正道 让他被世人认可 要不得 要不得 这样如如不云 天节的时候我便与哪吒同生死共进退 咋个行吗 哪吒是你什么人啊 他是我儿子 你干吗 我自己的命自己杠 不连累别人 不渣儿不要 不渣儿不要 也没啥大不了的 三年短是短了点 不过我也玩得挺开心的 唯一遗憾的 是还没和您踢过剑子 今天是我的生辰宴 都不容哭哦 爹 娘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芭儿 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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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lock儿 姐 谁和你做朋友 陛下就还给他 赏 杨老师您说说吧 我觉得非常精彩 首先说两个少年 哪吒和敖饼 我没有想到 这个哪吒如此地燃 而且各种劲儿 给得特别足 尤其在最后 然后敖饼这个人就更难了 因为他平时是一个 比较温文尔雅的 最后一刻 我真的觉得生法 整个这个特别燃的 这种精神全都起来了 这是不屈不挠的少年 这种精神 我觉得非常受感染 我觉得小月月的表现 有一种非常纯洁的 非常单纯的一种感觉 跟这个角色 她长得非常对 然后杨老师 这个太乙真人 也是那种 有点头脑昏昏的 然后让你觉得 这个人物特别地接地气 沈腾老师这个父亲 非常的 还是比较稳的 这个角色 留给他展现的空间 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该稳得住 都稳得住了 好 谢谢江老师的点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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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